新任台北市長柯文哲 25號正式走馬上任 從現任市長郝龍斌手上 接下硬性 柯文哲發表就職演說 許下六大願景 力拼上任第一個100天 全面翻新台北的氣象 柯批新任第一個100天的施政計畫 這將要點燃改革的引擎 推動公益社會 文化城市 健康安全 關懷分享 社區營造 公開透明六大願景 要以黑白代替藍綠 重新建立一個 可以做對的事情的公益社會 柯文哲提到 自己是外科醫生出身 領導風格就是面對問題 用數據討論 決策民快 最後用簡單有效的方法 解決問題 他從當選到就職的25天當中 早已啟動工作模式 提出行動派出所 都更等話題引發各界熱烈討論 舉辦勞動局長iVoting 領選更是爭議不斷 柯文哲就職時也再度回應 民主從來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開放就是接受更嚴格的檢驗 為了更進步的民主 我們願意接受各方的批評 不斷修正改進 實現民主真正的價值 至於中下溪路公車專用道的去留 北市公務局目前派員在現場展開前置作業 我想是這樣 我們決定方向以後 剩下的就是執行單位去執行 那等一下我再問林青龍副市長他的計畫 柯文哲上任第一天 抗議團體也沒缺席 聚集市府外陳情 柯文哲表示 反正每天都有抗議 解決問題就是他入主是否的目的 中央社記者洪黃軍 台北報導